今天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我们为什么会产生爱情 先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 距今38亿年纪 由于一个目前我们仍然未知的原因 地球上突然产生了生命 但是生命形式并不完美 完美的生命应该是永恒的生命 非永恒的生命 如果想延续下去 要求生命的DNA必须具有遗传的特性 1976年 一部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普著作之一 《自私的基因》出版了 作者理查德·道金斯 阐述了一个著名的观点 人类其实只是基因的容器 自私的基因告诉我们 所谓爱情只是基因生存的障眼法 目的就是为了结合 为了产生下一代 但是有人会说 现在出现了很多丁克家庭 不要孩子 这怎么解释呢 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 这是整体与个体之间的辩证关系 只要物种的大部分在繁衍 基因就能够顺利的延续下去 从基因的角度看 地球上的生物其实是以种群的形式存在的 比如说这种生命叫人类 那种生命叫海豚 或者叫蜜蜂 而不是单独的个体 个体只是种群延续中微不足道的颗粒 种群要求大量的繁衍 某一种群数量越多 这种生命抗打击的能力就越强 天灾病毒战争就越不容易把该种群在地球上彻底消灭 我们大家都知道 孩子继承了父母二分之一的基因 既保证了基因的稳定性 又使基因可以不断进化 基因存在着相似共进性或者互补共进性 什么是相似共进性呢 比如说我们身边经常会出现 株连壁合的一对家傲 男女不仅各方面比较搭调 外貌外形也很般配 基因的目标要求孩子进化的更加漂亮健康 什么是互补共进性呢 比如我们会经常看到外貌外形不是很搭配的伴侣 像是一个外形一般的富有男人 身边却有一个外貌出众的美女 这是因为富有的男子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更漂亮健康 而美丽的女人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 这是基因的互补性驱使的 基因用什么控制我们去寻找另一半呢 弗洛伊德给出过一个解释 叫做利比多 也就是人类的玉利 一开始人们以为利比多只是心理学上的一种概念 但现代科学越来越指向利比多可能真的存在于人类的基因之中 人类会调动自己的全部感官 比如视觉听觉触觉和嗅觉去体会去检验另一半是否拥有合适的基因 有一部经典电影叫做文香使女人 失明的弗兰克中校用鼻子就能闻出女人的外貌特性和气质品性 听上去是不是有点悬而又悬的味道 但是研究证明的确如此 芝加哥大学心理与生理学研究所的所长马莎迈克林托克发现 这是一种HLA基因的作用 在这个基因的影响下 女人倾向于选择与她父亲基因相似的男人 而他们最不喜欢的气味来源于那些与自己父亲HLA基因最不相同的男性 人类学家海伦废学博士说 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寻找自己的爱人 但其实我们都在试图找到那个更加有利于我们生存的人 这一点人类和果蝇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你以为你爱上了一个人 其实说到底 男女之间产生的爱情是自私的基因操控下的产物 一切只是基因传序的诡计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不单要从生理学的角度 还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纳萨尼尔布兰登教授 在解释人的自我认知时说过 人们必须要知道自己是真实存在的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人在潜意识层面对自己是否真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是迷惑的 是不确定的 我们对自己的外形形态很容易看到 一照镜子就能看到自己 但是有一部分自我是看不到的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意识 或者说我们的灵魂 看不到自己的灵魂 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的灵魂要怎么样才能被看见呢 只有通过和别人的交流才能看见 如果我们的爱人看我们的眼光 与我们自己的看法是一致的 并且能够表示真正理解 我们就会产生一种被看见的感觉 举个例子 有个女孩认为自己很成熟 乐观开朗 对生活充满了热情 这时候她遇到了一个悲观 封闭非常不自信的男孩 男孩就会把女孩的自信 视为一种攻击性 并且对女孩所有说的话 和做的事情产生怀疑 觉得女孩的进取精神 是要操纵控制她 这个时候女孩会有什么感受呢 她可能会困惑不解 并且有被伤害的感觉 换一种情况 当女孩也遇到了一个自信的男孩 这个男孩立刻读懂了 女孩的自信和进取 对她的所作所为忠心支持 女孩的感受又会怎样 她会觉得自己被男孩看到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被看见的感觉 于是乎我们会爱上另一个人 因为在别人眼中 我看到了自己 确定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 所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爱情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爱情认知了自己 以上我们已经从生理基因的角度 和心理寻找灵魂的角度 这两个方面分析了 我们为什么会产生爱情 大家也许会产生一种悲观的情绪 原来爱情是非常自私 完全利我的 自私的基因的作者 理查德道金斯教授告诉我们 人类大可不必这样悲观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类除了基因以外 还拥有一种任何动物 都不曾拥有的东西 叫做迷母 迷母是一种文化的遗传因子 因为迷母的存在 人类会做出一些反抗基因暴政的事情 比如说相爱的夫妻 一方永久瘫痪 大多数人不会因为基因的推动 而抛下另一半 相反 他会终身陪在另一半的身边 比如在文化的影响下 大部分父母会对孩子进行相同的付出 而不像有些动物 在生育之后 雄性就一走了之 迷母通过人类的大脑进行复制传播 就好比基因通过身体复制传播一样 让我们拥有了人性 让我们成为既有肉也有灵的生物 道金斯教授说 我们是作为基因机器而被建造的 但我们又是作为迷母机器而被培养的 所以当我们讨论爱情时 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呢 爱情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它是基因与心理行为共生的结果 我们被完全利用我的自私驱动 去寻找爱情 但爱情反过来 又会驱使我们进行无私的奉献 就像老话说的 男女两人走到一起 实际上是命中注定 不论你是否理解今天的话题 但请你相信直觉 你的基因 你的灵魂 你的迷母 都在暗中帮助你进行最优配置 爱情原来是如此玄妙 没有人比奥地利作家斯维格 更明白什么是爱 他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 这样写道 爱是一个人的事情 而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所以我爱你 与你无关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别忘了给我留言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聊 我说